嗨 大家好 我是Ashlee 今天是我翹臀菜單第二階段的C菜單 今天整個大失算 先帶你們看一下我今天早上吃什麼 為什麼說我今天整個大失算呢 因為我今天原本計畫好先去訓練 然後訓練的時候要拍攝這個翹臀C計畫的影片 之後呢 直接趕去看牙齒 結果呢 沒想到我時間算得不準 現在我才練到一半而已 我就要殺去我看牙齒的地方去拆線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我前半年 我的嘴巴的這個地方都是缺一顆牙的 我現在不想露給你們看 因為我呢 我去直牙 我的牙齒超爛 我的整個嘴巴裡面應該現在就已經有 1 2 3 4 4顆直牙 然後各種假牙 各種牙套 反正我牙齒很爛就對了 那我現在這顆缺牙就是 它已經拔掉 然後讓裡面的骨頭長好 然後現在打入釘子了 正要拆線 所以也就代表很快的 你就看不到我的缺牙了 現在我要去看牙齒的路上 我們先轉到重訓畫面 嗨 大家好 現在畫面在跑的是 Brett Contreras的 翹臀終極聖經理第二階段的C菜單 雖然在錄音的此時此刻我已經換菜單了 我現在在做這個動作呢 槓鈴臀推 你看我把槓鈴舉到最高點的時候呢 我是停在那邊的 這個方式呢 叫做等長維持法 其實等長維持法一般來說是比較適用於附件的人在使用的 它非常合適的原因呢 是它會讓你的臀部長時間的處於一個收縮的狀態 載握的滑輪下拉 這個動作是訓練我們的背部肌群 那也會帶到我們的二頭肌 手臂盡可能的把它想像成是一個鉤子 只是握著那個握把 出力的是你的背 你去感受背部肌肉的收縮 然後將這個重量拉向自己 這兩個動作是Super Set 超級組 翹臀大師他在進捷的女生菜單裡面設計的前面四個動作都是超級組 我現在在跑我自己的八週減脂計畫的菜單 一樣是針對臀部的訓練 那我之後一樣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分享給你們 像分 met point 握著 cleanse 單腿升蹲 如果你對這個動作的掌握度還不是這麼充足的情況下呢 我建議你徒手就好 這個動作是平衡力量訓練 其實徒手它就頗具有挑戰性 這個動作跟下一個動作是超級組 伏地挺身 說到伏地挺身 其實我握推大概75磅的重量 應該可以來到個12到15下 不過呢 做這個徒手的伏地挺身 可能是沒有常常在練習 我做到第六下 就已經非常非常的辛苦了 那單腿深蹲它的好處是 相較於雙腿 一般的那種傳統的深蹲 它對下背的壓迫是比較小的 然後也可以讓你專注在 單側發力的肌肉感受度 單腿羅馬尼亞硬舉 它一樣是一個平衡力量的訓練動作 它會挑戰你的平衡感還有你全身的協調性 這個動作呢 這個動作呢 是我最喜歡的動作之一 我覺得臀部非常的有感 阿旁邊有人來跟我講話了 開始不專心的完成這個動作 側肢抬寬 它是將臀部做一個外展的動作 訓練你的臀中肌 這個動作其實也蠻挑戰你核心的 臀中肌也就是上臀部的部分是很有感的 肢推仰窩起座 訓練的是我們的腹部肌群 如果你的健身房沒有這種機器的話 你也可以躺在地上做 用羅馬尼做45度的側彎 雖然翹臀大師他說這個動作有感的是 腹斜肌跟上臀大肌 但我個人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辦法掌握到這個上臀肌的感受 剛剛我的牙齒也去拆線完成了 不過很可惜的是 醫生說還要在一個月的時間才可以硬膜 也就是說 我還要再缺牙一個月 也是無奈啦 反正都已經缺那麼久了 不要讓你們看到 反正都已經缺那麼久了